今天传媒的报道都是环绕着新世界发展的人事变动 事前已经传出行政总裁郑志光会辞任 昨天新世界在全年业绩报告会上都证实了这个消息 他会由执董和执行副主席调任为非执董和非执行副主席 以及不会再担任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和成员 前发展局局长马兆祥获委任为行政总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和主席 这位一向被视为富商郑氏家族的第三代接班人 在家族多间公司抽身 同时辞任新世界百科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周大福珠宝执董和新创建非执董代表着什么呢? 郑志光、Adrian Zhang是由周大福企业和新世界创办人郑玉彤同缩 隔代阴点的 2012年新世界董事会重组 郑家旬接管了郑玉彤担任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而在纯冠原任董事总经理的职位 由两个人分担叫做联席总经理其中一位就是郑志光 当时在外界看起来 这个显然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铺路胶棒之举 但现在这一切又改变了 市场中人对今次这个举动众说纷稳 论尽郑志光在位时的功果 大家心目中对这位香港年轻企业家又有什么看法呢? 无可否认 新世界条数的确不是太美 新世界公布截至2024年6月30日为止 全年来自持续经营业务亏损 扩大到118亿0700万 对上一年 经重列亏损4亿1900万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每股基本亏损4.6 全年总计来自持续经营业务 和来自自己终止经营业务净亏损 一共196亿8千万 是2004年以来第一次录得亏损 亏损的金额还打破公司上市以来的纪录 对上一年同期录得纯利大约有5亿5千万 新世界之前都已经预期全年股东 应占亏损会介乎在190亿至200亿之间 不过集团核心经营日理仍然有68亿9千800万 只是按年减少17.84% 集团说由于录得股东应占亏损 所以不建议派没其息 对上一年同期派了0.3元 全年派息是0.2元 减少了74% 其内也未派有条件特别股息 郑志光是在2007年3月出任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在2012年3月出任执行董事兼联席总经理 2015年4月改任为执行副主席兼联席总经理 2017年3月改任为执行副主席兼总经理 在2020年5月改任为执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正式坐正 他接任的时候公司盘数也不太好看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离任都只能说是时不与我 时势不在他那边而已 未能被这位这么有远见的领袖施展所长 实在叫人可惜 很多大环境因素都不是他本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 在加息周期之下 新世界债台高企 他上场后 新世界市值由1027亿 縮至204亿 较新创建还低 当然是周大福珠宝的三成左右 值得留意的是 新世界发展的业绩里显示 涉及内地、本港、两地收租物业的投资物业部门 虽然估值因应市况需要作出非现金减值 但从收入贡献来说 在年内正式突破50亿门纳 增加到51亿9千7百万 另外 在分布盈利贡献方面 也达到34亿09百万 按年增长7.8% 成为集团少数分布盈利获得增长的部门 随着内地推出组合权 针对房地产业务 帮助市况止跌回稳 集团对于今年内地推出的楼盘销售 也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上年到他们已经在内地 录得125亿人民币合约销售 相当于全年目标金额超过八成 现在集团在内地的土地储备 是有超过370万平方米 六成种楼面是位于大三区和长三角 而今年的集团在郑志光的领导之下 也有多项内地物业的收租物业入伙 这也有在租金收入的增长 郑志光其实为新世界都立下不少韩马功劳 休息一会我们回来继续 大家要及早照顾自己的头皮健康 总比出现问题后才去处理 不过即使出现了问题也不要紧 千万不要拖累 立刻去处理它才是最好的做法 我极力推荐大家打电话 五五六六八二九九和黄山谈一谈 我们除了为大家准备了 旅行庄贵完美风营洗法路之外 我们还会为大家做一个免费的头皮检测 同一次免费的疗程体验服务 总值超过一千元 大家不用担心 接受了这些礼品和服务 是没有一个必要 没有一个义务 没有一个责任 一定要光顾 我可以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出现强迫消费这种情况 快点力气的电话 打给黄山和他谈一谈 号码就是55668 299 你先出钱 再到你 哪有得输 先红后黑 全家都容得 智强洗法路 法再生 鄭浙江Adrian Zhang 在这几年来 可以说是暴风式成长 好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那对熊猫BB 一样是暴风式成长 先后创立了品牌K11 The Artisanal Movement 打着文艺旗号 在商界持平是暂老头角 直到2016年同宿逝世 2017年淳观中风 在风雨珠中 鄭浙江改任为执行副主席兼总经理 正式以新世界新一代驼手的身份走到台前 接着那几年 鄭浙江任来的新世界是有不少的大动作 而且都是成功的 包括三夺长沙环的商地 投资额达200亿元 航天城项目 获得啟德体育园25年的营运权 打造地标K11MUCEA等等 鄭浙江成功把旗下的K11项目融入艺术元素 现在市场对艺术文化有更大的关注 这是一个完全创新的理念和做法 以沾沙咀K11MUCEA商场为例 项目融入了艺术元素 开业到现在非常成功 K11MUCEA的受众是千禧一代 现在他们的客人当中有七成都是年轻人 这个商场在艺术文化的投入 正好配合这代人追求知识、价值观和精神方面的价值 鄭浙江的眼光是远大的 他认为香港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文化产品输出地之一 现在香港的文化影响力降低 是需要反省和深思 如何重塑香港的远实力 迫切需要文化艺术的建设和发展 在论坛上 他曾经指出除了改善提升文化政策 也需要重塑香港国际文化艺术之都的形象 而新世界是落力协助把香港打造成为都市文化绿洲 包括成功拿到拥有68年历史的 不国英皇道、皇都气院大厦业权 宣布启动保育计划 尽力保留和重塑气院古迹的历史面画 包括天台俗称飞拱的横架结构 也收集了戏院文物和口述历史 致力重演上世纪50年代的辉煌历史 建构一个演艺文化的全新地表 而这些对于商业行为来说 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只不过以前是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又或者看到没有人有这些远见和魄力 将他付诸实行 随着郑志光下台 究竟谁才是纯冠心目中才德兼备的接班人 除了大仔郑志光 纯冠和袁佩叶美卿还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大女郑志明一族 已经是负责管理桂麗酒店集团 现在也是执掌周大福珠宝 市值仍然属于家族上市公司中 最高达664亿元 第二儿郑志明 升任新创建联席CEO 市值283亿元 第三个儿子郑志亮 首担大旗 入局周大福企业 负责北亚业务 预料监督中国业务和投资 另外还有两匹黑马 据了解 纯冠和王健秋次女大律师王泳书有两个儿子 2016年同宿逝世的时候 家族的库民上第一次出现 这两个儿子的大名 郑扎宏和郑扎燕 虽然这两个儿子的年纪上 未见有什么动作 但是王明书本人 已经成为了同宿所创办的 高级私人会所王朝会的董事 正式入局了 除了一家纯冠的包底郑嘉诚 和首任妻子都有两个儿子 郑志恒和郑志谦 前者和郑志文一起拿庄周大福珠宝 后者是有份打理新世界中国的 目前只有新世界是由所谓外姓人去执掌 其他上市公司都安排了第三代去打理 相信随着郑志光的下台 郑氏家族接班人的大战 随时可能上演都未定 最后六死随手就真的要拭目以待 有趣的就是郑志光的弟弟 包底新创建联席行政总裁郑志明 在9月25日星期三 主持业绩发布会的时候 令他成为第一位 郑志光离任全民 当时还是全民 发声的家族成员 郑志明表示 有关的话题就较为敏感 24小时后 所有的东西都会水落石出 又说 爸爸绝对公正 所有的职能安排清晰 做得不好 要换人很正常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都可以换 作为集团重要的成员 这番话 无论由哪个角度来看 都是十分不恰当 看来他仍然需要再磨练一番 在这种情景之下 不作出评论 不作出任何评论 对集团、对家族 甚至个人 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郑志光出席世界网上业绩会的时候 表示 人生应该不断去学习 尽自己所长 他很感谢特区政府的信任 先后委任他 做文化艺术城市委员会主席 金融发展局董事会成员 和香港财富全城学院的主席 郑志光说 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投放更多的时间 在社会公职 为香港和国家发挥更大的贡献 因此 在几个星期之前 主动辞去执行副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位 还说很高兴得到爸爸郑家迅 十分尊重和支持他的有关决定 一道门关了 总有一道门是会为你而开的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 在另外一个新世界 离开之前的崗位 全程提入他自己最喜爱的工作范畴 工户也好 师母也好 工职也好 相信他都一定能够 在创出自己一片新的天地 新的世界